再看到不弯腰智慧温室农场 因为主人将农场纳入 丰山村社区绿色照护的场域 那么开放让全村的 银法长辈与游客 都可以体验田园之乐 游客带着孩子来到农场 更能够实际地体验农村生活 如果来到农场不用弯腰 就可以采菜拔菜 抬头就可以采瓜享用 来家伟在后面 好来家伟在这边 不弯腰农场轻松种菜为目标 适合高龄长辈 因为不用弯腰智慧温室农场 得以从拾种菜的乐趣 农场定位为一座完善的无障碍空间 让坐轮椅等身体不变者 也能够享受田园的乐趣 其实我们不弯腰农场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 它是一个算是智慧型的缓控温室 通常这缓控温室是 如果一些业者做完这个缓控温室之后 它是不许其他游客进去的 因为他们就是怕游客带着一些 像我们军区温室的时候 可能会多带一些病虫害军区 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 那不过我们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要做一些食农教育 以及让社区的一些老人家来这边做种植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让游客进去参观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刚好就结合了一些附近 最近大家在推广的一些食农教育 那并且让他们认识一下什么是 缓控温室 然后不一样种植的离地栽培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最后自己采收 然后自己赤下自己的成果这样子 在水土保值局、花莲分局、农村再生的计划支持之下 新建了一座广达六百坪 花莲首座的不弯腰温室智慧农场 在温室里 小朋友除了可以亲手栽种南瓜苗 也可以把南瓜苗带回家照顾 让小朋友真正了解食农教育的意义 记者林杰 寿风香 采访报道